接下來我們要做的題目就是我們做的實驗 就是拿一個量頭量液體的體積量下質量 然後就問你兩種問題 一種就是液體的密度 一種就是量頭的質量 那我們就有個表格 那我們跟你講過 我們表格通常會怎麼處理啊 我們做表格通常會怎麼處理 為他搭齊友誼的橋樑 要搭橋 搭吧 注意喔這上面是質量下面的體積 告訴我體積 油的體積每增加四立方公分 質量增加三公克 所以畫完就知道 原來四立方公分的油有三公克 那問密度怎麼算呢 就帶那個神奇偉大的公式嘛 叫做D等於V分之m 該有都有嘛 往裡面一塞 那答案就出來了嘛 0.75每立方公分克 那還有一個問題叫做 那那個量桶咧 量桶的質量多少咧 那什麼叫做量桶質量 那就是沒有油嘛 沒有油的時候 這兩桶加油的質量 把油扣掉就是兩桶質量嘛 那麼一樣 我們就還要為 一樣有搭橋的狀況 搭搭橋 每增加三會增加四嘛 那沒有油嘛 就是零啊 零就減少多少 減少Bur嘛 增加三增加四 那減少 對不對 增加四增加三嘛 那減少Bur 減少多少 六 好聰明喔 減少六 就變成五十嘛 那這五十就是誰啊 兩桶 兩桶就是兩桶的質量 所以兩桶質量就是五十 搭搭橋就解決了嘛 國中生這樣解決就很容易了 那也可以代公司去算了 但是我懶得代公司 我們就為他搭齊友誼的橋樑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下個換你們 意思一樣 只是剛才是一個表 現在是一張圖 但是基本上意思是 一樣 一樣可以給他搭個橋就解決了 一樣問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叫做液體的密度 一個問題叫做兩桶的質量 停車 戰界問 第一個 液體的密度 哇多咧 液體的密度有多少咧 蛤 為他搭個小橋就解決了 蛤 停車戰界問 我們的有多大咧 來帥哥美女 這個人叫做 No.3號 起立 你的答案多少 多少 你的答案叫1.2 很好 請坐 來 意思都是給數字 只是外表上是表格或圖形 但是想法一樣 為他搭起有儀的橋樑 體積每增加10 質量增加12克 搭橋 所以呢 10立方公分的液體有12克 那密度呢 又是那神奇偉大的公式 是叫做D等於V分之N 帶進去 答案就叫做1.2 算完 OK嗎 OK 很好 那停車戰界問 那兩桶質量有多少咧 兩桶質量有多少咧 有多大咧 有多大咧 可愛的帥哥美女們 現在應該找一位帥哥 有帥哥嗎 有 23 23 來 兩桶質量咧 50喔 你說50就50吧 有多大咧 那麼一樣嘛 為 一樣 兩桶質量就是沒有油的質量嘛 一樣為他搭起橋樑 每增加10增加12 沒有油 沒有油0 減少10幾乎多少 12嘛 減少12 所以答案就叫做 故事 所以看起來沒有議題的時候 只要就是50 所以兩桶質量就是50 所以兩桶質量就是50 就是簡單容易的 這也是一個愛考的提醒 因為那是我們做實驗做的結果 好 我們不知道你拿那個兩桶 量水的體積跟質量嗎 然後這樣做完 所以這是一個重要的提醒 請你要揮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